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28号,星期五,我们的直播开始 今天这期直播,我们延续昨天的话题,讲朱德的事情 朱德和毛泽东他们之间,关于他们早期的恩怨纠缠里边,一个重要的查口 就是这个版权问题,这个版权问题可不光是这个十六字绝 游击战争十六字绝是谁发明的,其实还关乎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谁才是红军之父,或者说谁才是这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 这一点特别重要 其实呢,毛泽东自己对这件事情,那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 不光是缔造,还有一个指挥问题 毛泽东以前不是经常说过这句话吗 谁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了 我以前有过一期节目,就是讲这个毛泽东非常讨厌林彪说的那段话 其实呢,那段话还不是林彪的原创 是后来呢,安到林彪头上的 但是不管是谁吧 毛泽东就是不接受这种说法 什么人民军队是伟大领袖缔造的 是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 缔造的也是指挥的 可是呢,这里边呢 我们仔细翻腾起历史的这些东西之后呢 就会发现,为什么领袖这么在意这个结论 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 据这个朱德的女儿朱敏啊 回忆 他说这个老爹啊 朱德回来 讲了这么一幕长景 他说 在这个主席台上 林彪公开指责 朱德 说你这个总司令 从来没有当过一天的总司令 不要看你没有本事 一天到晚笑嘻嘻的 实际上你很不老实 有野心 总想当领袖 这是林彪在党内 率先公开的 不仅是这个羞辱朱德 同时呢 剥夺了他的总司令的头衔 剥夺了他的所谓红军 红军之父的头衔 朱德这个人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人呢 一向是与世无争 这个与世无争当然是相对而言的 他在党内呢 一贯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这个状态出现 所以当林彪批评到这里的时候 朱德呢 就回了一句话 啊 就是一直葫芦不开口的这么一个朱德 在林彪发出这样的指责之后 都要张嘴了啊 朱德当时说的原话就是 那就请你批评好了 大家都在 你可以继续批评 哎 这是朱德的女儿朱敏回忆的原话 那么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林彪为什么要搞这么一次发难 难道林彪从这个湘南起一开始 他不了解朱德的这个军事历程吗 他不知道朱德在这个红军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吗 不是不知道 是非常清楚 而且林彪更清楚的是 正是由于朱德的这个地位身份 以及这个当年的这个湘南起义 造成的这个影响 所以在第一次庐山会议 老大的威望 摇摇欲坠之际 林彪必须要豁出全身的气力 就像当年在红四军气大上那样啊 鼎力支持老大 一定要把朱德这些相关人的气焰打下去 彻头彻尾的确立 老大从历史上一直就是老大的这个概念 在这一点上 林彪啊 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 所以这一招非常拐用 第一次庐山会议 可以说是林彪走向其个人政治巅峰的开启 从此以后啊 一发不可收拾 一直做到林副统帅为止 这里呢 说到这个湘南起义 要提一段历史 当初这个秋收起义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骨干力量 军队方面的 是这么几个黄埔的学生 卢德明 于洒渡 苏仙俊 陈浩 这几个人 啊 这几个人呢 对于这个秋收起义 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那是起了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而为什么后来 于洒渡 苏仙俊 陈浩这些人啊 先后背离毛泽东而去呢 其实 他们之间的分歧 早在秋收起义 发动之后啊 这个秋收起义 这个武装力量 究竟向何出去 这个问题上 他们就已经有了巨大的分歧 因为原计划 从这个于洒渡 包括后来啊 战死的卢德明 这些军人的角度来看 从军事角度来看 莫过于去湘南发展 就是说把队伍呢 拉到湖南的那个南部 这个地方呢 与广东接近 而且一旦占据湘南 就等于说控制了湘越大道 而且这个占据大道 不等于放弃两湘 它是一个可以互相兼顾 互相支撑的这么一个点位 所以 那个时候 于洒渡 苏仙俊他们 一直主张按照原计划进行 但是毛泽东呢 认为 你看我们这点人 搞来搞去 搞到现在七零八落 如果我们到湘南 那个地方去 再搞不动 那我们可能真的 就是要完蛋了 所以毛泽东提出来 要去宁钢 这个由头呢 还是跟这个宋任琼 宋信 有一定的关联 这个话题 我就不展开了啊 我就讲这个分歧 而事后证明 于洒渡 苏仙俊他们的看法 是准确的 朱德在 朱德和陈毅在湘南 确实搞起了一支 像样的武装 那么他们之所以 到井冈山去跟毛泽东会师 全然是因为 毛在井冈山 撑持不下去了 朱德陈毅 与其说是去 井冈山跟毛泽东会师 不如说 是朱德陈毅 率领所部 到井冈山去接应毛泽东 所以 在这件事情上 毛泽东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 林彪也很清楚 因此呢 我们就看到啊 文革当中有一件事情 非常奇怪 就是朱德在井冈山的扁担 被改成了林彪的扁担 由此呢 还引发了朱德妇女之间的一次争论 这个朱德和他的女儿啊 朱敏 也俩 因为这个朱德的扁担 这件事 两个人还差一点 红了脸了 朱德对自己的女儿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历史啊 终究是历史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但是朱敏不服 朱敏说有什么改不了的 不都已经改了吗 你看 这扁担都已经改成林彪的扁担了 朱德听到这里之后 非常生气 呼的一下子 站了起来 来了一句话 那不是历史 啊 这是公开史料里边记载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老实的像朱德这样的人 被压到最后 也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那不是历史 那么什么才是历史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来说一下 这个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 昨天我们提到了 人家朱德呢 早在1913年 啊 在1925年 这两个年份里边 就已经有了一整套 打这个游击战争的 这个打法了 那么 朱德的这个打法 到了井冈山之后 进一步提升了 我们都知道啊 在这个袁文才和王左遇害之后 王左的哥哥 王云龙他们 纠合井冈山的土著武装 跟红军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而红军呢 一直没有得手 这个井冈山就此陷落 一直到1949年 江西湖南全境解放的时候 井冈山才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手里 要知道啊 这只英勇红军 当年也是很厉害打 别说打这些土匪武装 打国民党正规武装 也曾经得手过 不管用什么招法啊 这个我们不不管 可是为什么就啃着 井冈山这硬骨头 他就啃不下来呢 这里边就有一个战术问题 而这一点 恰恰是朱德借鉴最多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 这是美国记者史莫特莱 朱德的好朋友 为朱德写的一本传记 这本传记 跟官方修订的朱德传 有一定程度的不同 因为在这本传记里 史莫特莱 记载了很多朱德 跟他面对面的谈话 这些东西呢 是第一手资料 因为别人不在现场啊 史莫特莱呢 无疑是最权威的传声筒了 那么在这本书里 史莫特莱呢 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 他说朱德告诉他 朱德的原话 他说 我的这套打法 是跟井冈山的猪笼子学的 而且史莫特莱进一步阐述 朱德到了井冈山之后 虚心向井冈山的土著武装的头面人物 王佐 袁文才 朱龙子 这些老人 请教 就说依托井冈山这个地形 我们怎么跟国民党的军队进行周旋 这些土地爷们最有发言权 因为他们不光是地形熟 人头也熟 这广东人讲做生意 讲的是做熟 不做生 自己最熟悉的 往往来钱最快 这个打仗也跟做生意差不多 林彪不就形容过吗 不能打亏本的这个仗 这不行 就跟这个不能做亏本的买卖一样 那么朱德在像这个猪笼子 这个人的外号叫猪笼子 大概呢 耳朵不太好使 所以捞了这么一个外号 跟这个猪笼子请教的时候 这个猪笼子就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 你只要知道怎么样转圈 怎么样包围敌人就行了 诶 朱德得到这个猪笼子的启示以后 马上又提升了新的东西出来 在他原来云南莫斯科这两个地方学的东西 总结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了 这个游击战争十六字诀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而你看看毛泽东 他在谈到自己这个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时候 什么时候谈到猪笼子这个人 他必须得回避啊 他要保证自己的完全的正面形象留给大家 哪有什么猪笼子的份啊 连朱德都没有份 更何况猪笼子了 所以朱德了解到一个实际情况 他就说井冈山这些土著武装武器非常落后 唯一的重武器就是树炮 什么叫树炮啊 用那种大树干啊 做成五六尺长的啊 一边是石的 一边是挖空的啊 这个再挖开一个发火的小孔 这种土炮 土的不能再土的这种炮了 天冲上一些火药 铁片 铅块 和这个带棱角的石头子啊 放到这个树干里面 一惊点燃呢 轰的一下 炸的是乱七八糟的 可是这个炮 他还就管用 而且呢 井冈山这些这个土著武装当中呢 居然还在使用弓箭 这么远时的东西 他这个弓箭呢 当然这个弩箭啊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史莫特来听这个朱德介绍啊 在书里边有过一个讲解啊 这个比如说呢 这个弩啊 有五六英尺的长啊 箭头呢 也有三英寸到六英寸 而且箭头上一般都抹上这个啊 一些这个毒药啊 这样呢 能够见血封喉啊 所以朱德就说了 我学了很多猪笼子的战术 他的这招真的很管用 啊 朱德甚至讲 他说你看国民党的军队 他学的是日本人的那套 日本陆军的那套做法 啊 纵队前进 啊 然后呢 侧翼掩护 就是这套东西 可是呢 他们出了这些东西之后 就没有其他的变化 我们呢 按照猪笼子的说法 我们分成小股的快速部队 进入到他们的后卫和侧翼 把他们呢 砍成几片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就吃掉了 吃不掉的 我们也要把他打的乱七八糟的 哎 这是朱德讲的 同时呢 朱德还说 其实这套做法 猪笼子的这套做法 并不难学 谁都可以学 国民党方面呢 也会 但是为什么他打不赢呢 因为猪笼子这个战术呢 他基于两点 就像人有两条腿一样 一个呢 是地形数 一个是人头数 国民党吃亏 就吃亏在这两个都不熟 所以我们就赢了 朱德讲就是这么概念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井冈山失守以后 红军也好 解放军也罢 始终啃不下来的原因 哎 你一旦脱离了那个环境之后 你也变成了国民党军队第二了 地形不熟 人头不熟 你跟人家转圈 跟人家打仗 很容易就吃亏了 朱德的这番讲解 实际上是很到位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得到了林彪的回应 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他作为东北野战军的最高军事主官 他曾经啊 专门给他手下的高级将领上过生动的一课 林彪自己就说 他自己就承认了 他说什么三三三三制啊 什么四主一队啊 等等啊 这些现在大家都用得很好的这些军事原则 作战啊 作战守则 他的源头 就是我们将呃 当年在苏区江西苏区打圈圈 搞包围战时候 总结下来的 就是来自于当年朱德搞的这套做法 这是林彪承认的 这个原始出处在哪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原始出处啊 在这个炎黄春秋 2009年第七期上编 这是有公开史料的啊 不是我们自己随便编的 那么根据林彪的这个讲述 那朱德在红军当中的这个地位 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其实啊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素玉的那个小系列 我们看到素玉的这个本事 素玉本人啊 在他的回忆录里边都承认 他说铁的事实告诉我们 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别人 乃是百折不挠 大义凛然的朱德同志 当然他尾巴上还加了一个陈毅同志 但实际上陈毅在这里边的这个角色和分量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而且林彪素玉 这两个啊 人民军队里最能打仗的啊 最能打仗之一的吧 都是来自于朱德的门下 那其他能打仗的 比如说徐向前刘伯承啊 包括我们彭总 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 尤其这个刘伯承和徐向前 他都经过正规的军事教育 特别是刘伯承 这就不用说了 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重新看一下 毛泽东在军事历史上的定位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而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公开的总结 也是非常精准的 当然这个话题呢 我们留在下一次来解说 今天的节目呢 就说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上来点赞收看和收听 欢迎大家关注温向会员节目啊 今天又播了一期会员节目 不要草木结冰 不要被公斗戏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啊 而且这个人事任免这方面呢 会员节目提前也做了预告 基本还是吻合的 感兴趣的呢 可以按照今天我给的链接加入啊 以后这个会员节目呢 会越来越精彩啊 我还是跟大家说那一句话啊 这个会员和电报群这两块 以后是咱们这个节目的两条腿啊 也是两条腿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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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